耶,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们身边有Jimmy,你好,你好,Rex,你好,你好,Jimmy,很久不见耶,是,是,因为,有多久没有见啊,呃,应该啊,过年前就开始有点静下来,过年前啊,就是,哎,没有啦,我是想见面,我们多久没有见,哦,见面,呃,我们应该是,一个月没有见哦, 哦,有没有啊,也没有这样久啦,应该是有四个月左右,有四个月左右,对,然后哦,因为我相信现在如果看Live的人啊,呃,有些人是可能也是,呃,没有看过你之前的那个Live啦,所以我们讲一下,你是怎样,呃,接触到我们BE的产品呢?呃,BE的产品是,呃,经过一个三十多年的朋友,嗯,她叫什么名字?呃,她叫Sindy Leung,哈哈,Sindy Leung, 啊,呃,她就一直,就跟我讲BE的好啊,BE的什么啊,那么,呃,我一见到啊,Sindy Leung,我就跑去躲啊,哈哈,那么她就,呃,做了一个很,发心啊,慈善的心,她就,请我,应该说请我啦,呃, 啊,啊,一瓶那个Zengoso,啊,她是以三十多年的友情,说我给你,呃,这个健康视频,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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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也接受了,可是我没想到,这么close的朋友哦?哦,三十多年了,以前是,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你是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他想要,呃,送你这个Zengoso吗?哦,那个时候,呃,因为我是一个喜胜者,哦,哦,那么,呃,那么,呃,那时候她看到我的时候,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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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六月了 那么我的情绪是很糟糕了 那么跟现在来比 我的精神和各方面 应该是比现在还要差一半以下 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你一般上那时候情况是怎样 还没有服用我们的产品之前 那个时候我要扶着我太太来走路 那么我每次去洗肾 我还要我太太去载我去 那么也是蛮辛苦的啦 他就说摘上摘下 还要做自己的工作 洗完肾过后呢 就说一天要 一个星期三天 那么早上早早摘去 那么中午这样又要去 再我回来 还要买东西给我吃 还要呕呕我睡午觉 都没办法 自己真的不能做 那么一直这样 而且还时常 除了洗肾 中午之外 还时常有经验 很容易生病 对不对 动不动就晕了 就感觉到一天到晚都在晕了 不是血压高 就是不能走 满身后 在这样的情绪之下 他看到我 因为三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跟Sindy 是差不多每个晚上都在一起 聊天 聊天 喝茶的 那么相见的朋友 他就送了我一罐 那其实 我想讲 其实 虽然你还是会觉得 感谢他啦 送你这罐 可是 刚开始你还是不是很相信吗 对不对 既然是这样贵重的东西 那么我是很感激 可是既然他送给我 我就吃了 就是吃这么简单 也没有想到说 哇他会怎样怎样吗 对不对 根本就没想到 可是 真正的在三个星期后 我可以整个恢复起来 我的延期 走路各方面 甚至可以自己驾车去洗身 那个时候我真的 哎呀这个 这个 这个眼光说 这个眼光说真的很了不起 对我来讲是很了不起 那么过后 而且那个时候 尤其是我之前的洗身这三 两年多的那个时候是 我吃是吃不下的 大便就是说一天大几粒而已 那么要隔两三天才大一次 可是也还是几粒 也就是说 不能大便啦 也是说不能大便 而且我吃了血管说之后 大便舒畅 哇 那么还有 身体没有这样累 可以走路 可以走路了 就是说可以 有点说是比较飞一点点了 对对对 这样的感觉 那后来你就开始 有这种改善过 开始你就服用我们的这个 血肉豆对不对 对 我三个星期以后 人家说我看到他真的这样疗效 我就开始就真的自己 买那个血肉豆来开始了 对对对 那么我没想到我吃 血肉豆两个星期以后 我的手 你的手之前是怎样 我的手是应该是有点严重的疯势还是关节 严着一类 不能拿下来 拿下来那中间的是拿不上去的 而且是很痛很痛 会卡着手指 你看我今天 那个是在七月的时候 然后是拿不下来 去年七月的时候 去年 2019年 现在吃了 两个血肉豆两个多星期 我的手就开始有这样的 可以比较活动了 对 而且身上有一粒很大 在背部有一粒很大的肠 比手指头还要大的 大概吃一个血肉豆一个月后 就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哇 那个肠跟了你多久 那个肠已经跟了我七八个月 而且是越来越大 那么我在我心里想 可能是要动手说 又要动手说了 可是真的吃了之后 大概多久 大概是三 血肉豆大概是吃了三 也是三个到四个星期 就消失了 很好嘞 对 而且 就是说 我在我这方面 我吃了减肝酸和血肉豆这两个 那么到九月的时候 我是已经一个洗肾者和糖尿病 洗肾多久了 洗肾三年多了 糖尿病大概是三十多年了 可是在 我已经是打针了 打针 对 可是在七年九月的检验 我的血糖跌到五点多 三个月的报告 血液报告跌到五点多 OK 这个就很关键了 刚才我听到 这个就是其实今晚 访问你的最终的重点 在还没有用任何比义产品之前 你刚才讲你的血糖本来是多少 虽然讲洗肾了啊 吃药了这么久 打针了 你的血糖维持在多少 9点多到11 12的 哇 也算属于还比较高 是打针了那个啊 而且那个时候打的针是 早上每天四次 早上的十十十十十十二 他的那个医体啊 打针的医体 那么到九月的时候 我是五点四 那么医生就减我的药 就是说八八八十 到十二月 我再去啊 又三个月又再院多一次的时候 去年的十二月 那么我这是六点多 那么医生说 再跌一次 就是说六六六八 到现在就是打六六六八 对 真的是太好了 就因为这么多年的糖尿病 然后已经吃药到省之后打针 可是那虽然是打针了过后 那个血糖还维持到九到十 或者是一十二这样 对 那吃了我们的这个 Sengoso和Shiro To 这个产品过了大概六个月吧 就说吃了三个月 它已经下到五点四了 三个月已经下到五点四了 那么所以就减那个药水了 嗯嗯 减那个打针的药水 对 减了那个打针的药水 那么到十二十二月 还是六点多咯 那么医生说 再试一下打六六 那么第三次的报告还没有出 还在讲新的报告 好来Jimmy拿着这个 你拿旁边这个 好 OK 所以我想问的是 现在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尾声 所以我就在想说 还是你还有其他的见证 是要和我们分享的 呃我的见证真的是太多了 呃太多了 为什么呢 就是有些不是看到的 有些是自己感受到的 嗯嗯嗯嗯好像 呃我已经不能 呃我的手已经是很抖了的 呃现在 之前很抖了 很抖就是拿筷子拿什么 可是现在还是有 还是有抖 可是已经比之前好一半 哦 好一半 这个都是想象中不到的 没有没有想过他会有这样子的改善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 啊那么啊 就是说三个我只是用B1的 Danko Show 三个三个星期后我就知道 这些东西是可以 这些产品是可以 是可以的 真的是很好很好 所以哦这样啊 你有什么样的忠告让到有些朋友真的是还不敢尝试我们产品的话 你有什么忠告会告诉他们呢 呃其实到底是 呃我在洗身中心我还有一个 呃啥啊 File ada我一个 就是说洗身者啦 呃嗯也是朋友 那么他也是有用我们的产品 嗯嗯 那么呃因为 而且他的心脏都不是很好 曾经做过这个手术 嗯嗯 呃那个什么 izi 吗 那是点 那个痛方的 痛方 可是啊 到现在他大概有吃了两三个月,有三个月左右了,他感觉到都不错,不过是说还没有真实的去看报告,不过也就是说感觉洗肾者如果真的心脏有问题,那个还是可以,那么开始我也不大敢吃,因为现在我开始已经有吃了,半包半包,慢慢会一包了。 不要紧不要紧,有次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要自己去试啊,如果自己没有尝试,你永远都不知道嘛,对不对,对对,而且是你的感受,就是说我的感受跟别人感受不同,别人的感受可能因为他很健康啊,他没有什么病痛,没有怎样的明显,我的感受就是很明显啊, 不单只是我,而且主要,全家人都有,尤其是我女儿,上一次也是有上过Live,他的整九年到十年的精通,穿了那个阿罗拉裤子,四天,来京都, 他来的月经他都不知道,以前是要带他去打针的,每个月啊,不是一年半次,一次半次,是每个月。 你刚才讲,带他去见医生打针,到医生讲什么? 医生讲,你下个月不要来啦,就要来之前就吃一些止痛药,因为那个针打得太多也不好,医生已经讲到这样。 真的是因为一条裤子,从开始穿到现在,都没有在痛咯? 他应该是,当然精通有时会有一点点不痛的,不过他以前是痛到在地上打滚? 对,根本就是在睡在地上的,根本就不能粘的,不能做的,对,而且不能吹到冷风的。 现在这个,我都九年的那个经历,我放下了啦。 终于比较安心了咯? 对,这个就是一产品里面,那个裤子,还有Jagoso和Siroto。 不要不适应咯,一定要尝试。可以来找我的,我跟你分享。 其实咯,在还没有结束之前,还要讲一个东西。 其实Jimmy刚刚才做完洗肾,今天刚刚做完洗肾过来的,对不对? 所以咯,你看一个洗肾病人,如果说真的是刚刚洗完肾,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精神。 今天的精神算是比较差的一个,因为可能就是说, 自从吃了好了一点,那个嘴就差了一点,也就是过年啦。 没有这么借口啦。 对,就没有这么借口,就吃的也多了,喝的也多。 因为我们洗肾病人不能喝太多,可是就有点贪了,所以喝多水了,就是要洗得更多。 所以人就会辛苦一点,所以最近这两三个月来的,会比之前的精神会差一点。 可是,你看我今天的精神,已经是不比之前好一点啦。 不过,我相信我应该要借口一点。 借口一点,人就会更加好。 对,对,对。 这个是没办法的,一定要借的。 是,是,是,对。 好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今天,谢谢君咪。 谢谢大家,谢谢REX。 他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在这里。